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九月三十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福克斯的最新报道 众议院共和党人在今天将公布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长达一个月的调查结果 以及美国应该如何扭转失败的接触战略 这种战略使得美国人的安全和繁荣受到威胁 共和党领导人表示 在周三晚些时候将全文公布的中国问题特别工作组报告 就美国如何更好的打击中国共产党的威胁 提出了八十三项关键的调查结果 还有四百三十项政策建议 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恶性活动已经太久没有受到控制 因此这样的蓝图是必须的 特别工作组报告说这一份报告是国会和政府两党现在可以采取行动的蓝图 以应对这一代人最大的国家和经济安全挑战 建议包括提高美国的生产来确定美国的医疗供应链安全 允许国防部资助新兴技术的实验室 以更快地实现美军的现代化 并要求财政部制裁中国 报告还呼吁美国确保与台湾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要求加强审查中国对美国公司的投资 并切断对中共军工基地公司的物质支持 在美国的个人防护设备出现短缺之后 该工作组通过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 希望加快关键商品的生产 并将工作重心放在医疗保障 还有国家安全供应链上 共和党代表还呼吁为香港难民提供安全港 并确定对中国受迫害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罪行是否构成了种族秘诀 根据来自华盛顿邮报的首次报道 中国专案组或者叫特别工作小组 最初被定为两党合作 但是民主党人放弃了这一项努力 然而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还是推动了共和党所领导的相关努力 并任命众议院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麦卡尔为主席 自从五月以来该特别工作组已经会见了一百二十五个人 包括政策专家商业领袖还有两党的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 文章介绍美国在四十年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 而报告指出为了扩大双边关系和鼓励更多的接触 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侵犯人权经济独职 扩张主义的策略还有推动不良行为的敌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常常视而不见 特别工作组在其执行摘要中总结道 简单的说这样的战略已经失败了 仅在去年中国共产党就违反了一项国际条约 侵犯了香港的公民自由 现在还持续压迫维吾尔族人和西藏人 增加军事建设 侵犯他国主权 压制医疗信息 压制警告病毒爆发的相关资料 这一系列的警示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是如何破坏国际体系的核心原则 并将美国人的安全和繁荣置于危险之中 执行摘要这样表示 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其压迫性议程的宽大处理和迁就已经不再是选项 为了维护全世界的民主和自由 美国必须与我们的盟友一同采取果断行动 重新获得主动权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蓬佩奥的最新行程 蓬佩奥在本周展开了对欧洲四国的访问 包括希腊意大利梵蒂冈和克罗地亚 而在意大利的时候 他特别针对中国侵害宗教自由问题进行了主持演讲 他在周四曾通过推特表示 此行意在与四国外长在贸易安全和宗教自由问题展开讨论 而他此行并非完全顺利 意大利媒体此前传出消息说 罗马教宗方济格对他回避不认见 这被认为是教廷对蓬佩奥就中反主教临时任命续约问题施压的反应 此外蓬佩奥在周三凌晨通过推特介绍表示 将在下周对日本首都东京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还有韩国首都首尔展开访问 他写道期待与我的同事们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议 以及参加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谈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则说 蓬佩奥将在十月四日到八日期间对上述三国进行访问 他将于六日在东京参加四国外长第二次会议 并与日本外长举行会谈 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 随后将在七日到访乌兰巴托 并在当天前往首尔对韩国进行访问 而将在八日启程返回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虽然没有出现在官方的日程上 但是外界普遍关注的焦点是 蓬佩奥是不是会突然宣布访问台湾 而如果的确这样做将是对北京的空前严重挑战 北京方面一直视台湾为自己的领土 并曾经传出消息 哪位美国官员如果访问台湾就将制裁哪位美国官员 而此前在白宫的内阁部长阿扎尔 他是负责人类以及健康卫生方面的内阁部长访问台湾之后 美国国务院次亲克拉奇又访问台湾 而这一次如果蓬佩奥果真如外界猜测访问台湾 那么显然将意味着美台关系的进一步升级 但是下面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独家报道 引述两位知情人士表示 现在中国正准备对谷歌展开反垄断调查 调查其是否利用其安卓移动操作系统的优势来扼插竞争 知情人士补充说该案是由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在去年提出的 并且已经由该国最高的市场监管机构交给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审查 其中一位人士表示是否进行正式调查的决定 可能最快在十月份做出 并可能受到中国与美国关系状况的影响 在潜在的调查之前 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 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阻碍中国科技公司的发展 这包括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 威胁对中芯国际采取类似行动 并命令TikTok的所有者字节跳动剥离一款短视频应用 这也是在中国开始对其反垄断法进行重大改革之际 尼一的修正案包括大幅提高最高罚款额度 并扩大判断一家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标准 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潜在的调查 还将研究有关谷歌的市场地位 可能对华为等中国公司造成极端损害的指控 因为失去美国科技巨头对基于安卓的操作系统的支持 将导致信心和收入的损失 消息人士未获权对此事公开发言 因此拒绝透露身份 而中国的最高市场监督管理机构 也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美国的贸易黑名单禁止谷歌向华为新的手机型号 来提供技术支持 并禁止谷歌移动服务的访问 而谷歌移动服务是大多数安卓应用所基于的开发者服务捆绑架构 谷歌有一个临时的许可证豁免了对华为的禁令 但是在八月就将进行到期 目前还不清楚潜在的调查将集中在哪些谷歌服务上 大多数中国智能手机厂商使用的是开源版本的安卓平台 其国产手机上有谷歌服务的替代品 谷歌的搜索引擎电子邮件 还有其他服务都在中国被屏蔽 华为表示他未能实现二零一九年一百二十亿美元的营收目标 而公司将其归于美国采取行动而导致的后果 为了克服对谷歌的依赖 这一家中国公司本月宣布明年在智能手机中 引用其专有的Harmony这样的一个新的操作系统 而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中国继续进行反垄断调查 中国的监管机构将研究欧洲和印度所树立的榜样 中国还将研究其他的做法对谷歌的高管进行问询 而消息人士补充表示一个重点就是如何根据公司的全球收入 而不是本地收入来征收罚款 欧盟在二零一八年对谷歌处以了四十三亿欧元的罚款 原因是谷歌的反竞争行为 包括强迫手机制造商在安卓设备上预装谷歌应用 并阻止他们使用谷歌安卓和搜索引擎的竞争对手 这样的决定促使谷歌为欧洲用户提供更多的默认搜索工具选项 并给予手机制造商更多的竞争系统空间 而现在印度当局也在调查有关谷歌滥用市场地位 不公平推动其移动支付应用的有关指控 而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恒大有关的消息 以及来看到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在投资者对全球负债最多的开发商面临现金紧缩的担忧加剧之际 中国的最高金融官员正在评估恒大的风险 这些人士表示中国内阁以及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担任主席的金融稳定委员会 已经讨论了恒大的问题 但是没有就是否干预做出决定 其中有一位人士说监管机构正在考虑支持该开发商的方案 比如引导国有企业入股恒大 或者为该公司你在中国上市的电动汽车部门开绿灯 这些讨论凸显了恒大债务挑战 在多大程度上惊动了政府高级官员 这家由亿万富翁许家印控制的地产巨头 拥有一张复杂的负债网 其中包括拖欠全国各地银行影子贷款人 还有个人投资者的八百八十亿美元 恒大还向世界各地的债权持有人借了三百五十亿美元 并从二百多万购房者那里收到了尚未完工的房产的预付款 目前还不清楚当局是否在恒大周二宣布的一项协议中发挥了任何作用 该协议将使得一些投资者放弃迫在眉睫的还款期限 而这正是市场对该公司流动性担忧的核心 恒大还有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都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中国的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 这是国务院的一部分 是监督国家金融稳定的最高政府机构 而刘鹤副总理是习近平的主要经济顾问 虽然恒大的聚合债务使其对一些投资者来说风险太大 但是也有人押注中国领导人将认为这家开发商大而不能倒 对当局将帮助该公司解决流动性问题的猜测 是其股价和债券在过去两天反弹的原因之一 上周有报道说恒大警告省级官员现金紧缩已经迫在眉睫 并表示如果在一月三十一日之前 未能赢得对其在中国主要房地产资产后门上市 或者我们叫做借鞘上市的批准 恒大有义务向一些战略投资者返还资金 而恒大驳斥报道说这是基于谣言和捏造的文件 中国政府为维持金融稳定而救助系统性重要企业历史由来已久 虽然政策制定者近年来试图灌输更多的市场纪律 并且减少道德风险 但是疫情造成的冲击 让他们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稳定上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